县原李正文他是针对原住民产业文件站课程 长照巴士使用量能 还有警察同仁的服务态度等提出了许多的建议 关心原住民产业文件站课程安排 长照巴士量能以及警察同仁服务态度 县原李正文提出多项建言 政府跟我们的业者拉到一个场所 让他们坐下来好好沟通 让我们政府也能够了解他们的需求 最急迫的是什么 政府能不能提供一些 最有利于他们的一些方式跟方法 让他们真的能够得到照顾 成林合作之后 还有这个资源益助的这一块 我们文件站的长者 所谓的健康状况 不见得大家都一样 就像我说的 有的行动吃饭 有的储拐杖 更甚至有的难坐轮椅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文件站在做健康促进的课程的时候 都是做所谓的无差别授课 也就是把你当成同一类人一样 去授课 实际上不可以这样 我站在比较专业的角度去看 希望能够有更贴近不同的长者 有不同的课程的设计 这个个案 有十多个个案 将近一半是家属要去接送 没错你们都有打电话 他们的意愿有意愿 但是自己的亲人都没有意愿吗 所以其实在量能上 我们还是有一些调整跟改进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要呼吁的是 我们既然要把照顾量能做大 那你首先交通的部分 是不是也要相对的能够满足他们 很希望我们的警察同仁 要有同理心 去服务我们的乡亲 所以建议我们警察局 在这个部分可能要去多琢磨 让我们的同仁 能够像站在自己的亲人的面前 亲人的旁边去做服务 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无所谓的困扰 谢谢你这么表示 由于云住民对各项产业 如何申请营运 更需要营运处同仁们进行辅导 并且能够协助提出专案 让云住民产业能够生根部落 记得转移和收藏